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欢迎大家走进净土宗世界 今天继续请静元法师给我们讲法 还有个讲行就是说 他看了一个大陆的某个节目 然后说自杀按理说 得到的果报应该是 比如说你像英国大师文超 就说如果一个人自杀了 那么要在原地要自杀 上千次上万次 然后做三恶道 他怎么还得到人参 因为这个故事呢 他所得的这个有限的这个因缘环境 是无法太知道 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佛教里面对武力重罪的这些众生 为什么也能够救度 首先我们看在 释迦牟尼佛那个经典当中所记载的 那么印度佛教当中呢 最著名的恶人 一般会想到阿舍士王 或者是想到提普达多 他们两个故事等我讲关经的时候 再给大家仔细介绍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印度佛教当中 最著名的一个恶人 叫央觉摩罗 央觉摩罗呢是差地利种姓 幼年的时候呢 跟随婆罗门学习 被他的师母勾引 但师母勾引他呢不成 就陷害他 那么老师知道自己 不是身强力壮的学生的 这个央觉摩罗的对手 就设计借刀杀人 所以故意就教授 邪门外道的这个升天秘法 就交给这个央觉摩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杀死一千个人 并把他们的手指 手指骨串成项链 就指慢 那么死后呢 就可以升到这个梵天 上升到这个梵天 那么央觉摩罗就这样去做 他真的要去杀一千个人 当他正准备挥刀 杀第一千个人的时候 他前面已经杀了很多人 当他正准备要挥刀 要杀第一千个人 这一千个人 就是他自己的生母 生生母亲 当他正准备要杀 他生生母亲的时候 就得到释迦牟尼佛的教化 幡然醒悟 那么最后放下头刀 出家为僧 最终转凡成圣 正德阿罗汉古 这个是佛教里面 最著名的一个 犯了武力重罪 结果最后 还解脱的这一个例子 包括我们中国 净土宗的宗祖 善导大师 那么善导大师呢 他因为洪化长安城 那么致使满城断肉 当时的这个景象很壮观 加加弥陀佛 护护观世音 那么当时呢 有个卖入的商人 叫姓金 姓金的这个屠夫 这个屠夫就找他散照 因为你劝导别人学佛 念佛 搞得人家都不买我肉 我还怎么做生意 后来呢 就受到善导大师的劝唤 就放下屠刀 然后看到极乐世界 就往生了 众目睽睽之下 神师就被阿弥陀佛接走了 顿祸解脱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 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一个是阳间摩罗 他也是放下屠刀 那么 还有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就是善导大师这个典故 那我们佛教呢 他是以解脱 为唯一的至善 也就超越了这个世间的 这个出世善 或者是圣意善 那么谈经说 善恶虽疏 本性无二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么最后自尽其力 才真正施诸佛教 我们经常讲因果因果 佛教呢 这个因果是反对圣论派的因中无果论 也批判术论派的因中有果论 就是说 就因中必受果而言 其中因中果受不受 是因缘而代 是随着因缘而变 大家要记住是缘起因果 这龙树菩萨呢 在中论观因果品当中反复传说的道路 我们佛教以后你们大家讲因果 前面加两个字叫缘起因果 什么叫缘起因果 比如说按照我这个 央结魔罗 或者这是这个信经的屠夫 那我整天砍肉 我还像央结魔罗整天杀人 那按理说我这个果报 我这个定义是要干什么的 是要下地狱的 但是为什么 反而我还解脱了 很像央结魔罗成阿罗汉 信经的这个屠夫 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了 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叫缘起因果 就好像我种瓜 按理说我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对不对 但中间会有因缘 缘它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太阳光合作用 缘起 没有雨水的滋润 它能结出果吗 结出不了 同样道理 按理说这个因对应的果 一定是我要下地狱的 比如说我们这种造罪造业的凡夫 举止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的凡夫 按理说我们是要下地狱的 但为什么我们念佛就能成佛呢 所以沙尔大师又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 因为我们以阿弥陀佛大怨业力为增上缘 正是不欲好强缘 致使轮回难得度 我们遇到一个强缘 这个强缘把我们本该下地狱的这个果报给我们转 以后大家讲因果前面加两个字叫缘起因果 这个果啊 他受缘而改变 不是因中一定会有果 也不是因中一定没有果 他是因为受这个缘起很重要 缘起因果 你像我们念佛 阿弥陀佛放光 阿弥陀佛给我们 把我们众生的这个定业给转 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给我们转掉 这个愿力就是阿弥陀佛的强缘 我们正是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 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业力 把我们本该下地狱的这个果报给我们转掉 所以真正的表达应该是缘起因果 这龙树菩萨在他的这个理论当中 中论观音果品当中 反复给我们阐述的道理 就是我们佛教提倡的是缘起因果 他反对这个圣论派的因中无果 也批判这个树论派的因中有果 我们有时候讲有因必有果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一定正确的 咱们讲究缘起因果 但是有因如果说没有中间的这个缘的作用 他可能会生一定会生这个果 但是中间呢如果有因缘的这个改动 那么念佛就改动了我们本该下地狱的因缘 武力重罪的罪人 他也是改变了这个重要的一个缘 所以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 把他改了 所以就往生了 所以这就是缘起因果 这就是为什么武力重罪的人 他也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你像央洁摩罗杀了那么多人 杀了第一千人才杀他 准备杀他母亲 释迦摩尼佛教化他 结果他放下屠刀 他还成就阿罗汉 所以我们念佛 我们造武力重罪 我们念佛 阿弥陀佛也救度 但一定要记住 不是鼓励你造罪造业 昨天看到一个大陆节目 是讲轮回转世的 其中有提到两个人相约自杀 以后投胎成了双胞胎姐妹 自杀不是会堕地狱的吗 这个故事呢 毕竟条件有限 你也不是当事人 你可能比如说 我杀了人 我自杀了 但是我念 我比如说我念佛普萨的名号 我可能也投胎做人了 或者是我起了一念善心 一念善心的功德 我又重新投胎做人 都有可能 这个故事缘起的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 缘起因果 因中不一定就是 一定会对应的这个果去发展 按理说自杀 如果说没有外源的掺杂 他一定会干什么 会在原地受果报 然后再堕地狱 但是你像我们念佛人 我们造了我们 你像我们这些人 平成也在造作造业 但是我们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反而没堕地狱 反而没下三个道 为什么呀 缘起因果呀 阿弥陀佛把我们的语言给转了呀 把这个果就没让我们 本来该下地狱的果 把我们给消灭了 反而变成了一个 成为极乐世界的果 我以前以为往生是淘债的 原来是消债 往生成佛 英华大师提倡的是 善业往生 那么其实我们念佛人 一见即是弥陀号 一生称念最皆处 出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其实我们重罪都消灭了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所谓的待业 不待业 英华大师 这也是方便说 那么 陶债 消债 我们成佛 就是最大的菩提心 所以阿弥陀经就讲 摄利弗应当发愿 愿生彼伯 你应当发愿 愿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菩提心 你成佛了 你才能去十方世界救度众生 你不光解救了自己 你还能为十方众生 做大医护 这不是真正的 大菩提心 所以不光是 不是淘债 不是消债 反而你是在做一个 大事情 一大事因缘 你成佛了 那么随之 跟你有缘的众生 也会随你而解脱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 那么还有一些问题 下节课再做解答 大众不要急 有什么问题 大众下节课可以再留言 接下来每个星期呢 静元法师都会给我们上两节课 我会把它做成视频 分享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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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